地球上哪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最好 可能很多人会说美国 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 孤立在西半球 远离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战火 能源上天赋一柄 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地理环境 而我们不仅邻国众多 而且周边一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美国不仅仅是好在地理位置 一个美国大平原 面积153万平方公里 能开垦的耕地就超过了中国总和 且不说美国 印度的面积连我们的三分之一都没有 但是耕地面积比我们还多 在地理环境上 我们找不到美国那样 一望无垠的大平原 因为我们多山多丘陵 美国农业环境天赋一柄 机械化高效运作 而我们的耕地往往是碎片化的 很多人感觉 中国的地理环境太恶劣了 中国的地理环境 是不是不如美国 因为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 而中国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居于全球最前列 所以我们今天从地理历史 现实的三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解读中华文明的秘密 用无可争议的逻辑看到一个答案 我们所拥有的这块地方是全球最好的 我们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部分 为什么五千年文明屹立不倒 解读中国地理密码 第二部分 平原孕育文明 但平原往往也形成文明的灾难 从希特勒闪电站到美国打不下阿富汗 读懂地缘的关键 第三部分 能守住的文明才能消到最后 中国地理的独特之处 从三块平原开始 文明的孤立与交融 这是一个悖论 而中国消灭了这个悖论 第四部分 攻守兼备的盛世帝国 是怎么形成的 第五部分 中国的战略纵深 有多深不可测 第六部分 世界岛 未来属于谁 第七部分 中美的地缘环境 谁更好 第一部分 中华文明 在全球历史90%以上的时间 领先于全球其他文明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 什么时没有中断 今天 我们翻开约2500年前的 诸子百家的学说和论著 虽然读者可能感到声色 但依然可以看懂 很多名剧到现在依然奉为经典 且不说论语 就说诗经 收录于西州初年 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开始 到现在三千一百年 我们依然可以去欣赏它 冠冠居鸠 在何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桃之夭夭 浊浊齐华 知子于归 以其试驾 汉之广矣 不可永思 将之永矣 不可方思 诗经还是文学作品 最早的文献记录始于夏朝 距今历史超过五千年 我们留下了清晰的文学记录 中华文明五千年 是一部完整的 记录相识的历史 且一直延续 从未中断 我们今天 即使穿越到汉代 我们依然可以和汉武帝讨论平定匈奴的策略 穿越回宋代 我们依然可以和王安石讨论怎么变法 大家都能听懂对方要表达的意思 只是口音和语音有所差别 你最多是带外地口音的外乡人 而不是外国人 这种文明现象 仅仅存在于中国 所以西方世界看到的四大文明是 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印度 还有一个是中国 注意是中国而不是古中国 因为中国的文化一直延续至今 所谓文化的延续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文字延续 历史延续 而如古印度和是已经消失的文明 今天发现的古印度最早的文字记录 印度人根本看不懂 甚至破译不了 古印度文明在文字与语言的构成上 和今天的印度截然不同 再如其他文明 征服者不断 语言文字不断的进行改变 往往一种文明延续几百年 就从此消失 历史动辄中断 记录时长缺失 四大文明发源地 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 一直延续了下来 为什么中国分九必合 大一统成为历史常态 而欧洲一直是分裂状态 中国的地缘环境 究竟好不好 为什么我敢说 我们有最好的地理位置 为什么秦皇汉 无永垂史册 为什么宋代一直被人垂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 而今天的中国又为何崛起 其实读懂了地理 就读懂了中国历史 也能看清楚未来 第二部分 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谈的是地理 我们先说标准 什么地理位置 是好地理位置 首先 当然 要可以孕育文明 这是基础 四大文明的发源地 共同条件是 第一 有河流 这样能灌溉庄稼 形成农耕文化 黄河流域 两河流域 尼罗河 恒河流域 是形成四大文明的基础 第二 地处温代 而非寒代或热代 为什么繁荣的文明 只能产生在温代 热代与寒代 为什么没有古代强国 我在非洲篇中 做了详细描述第三 拥有地势平坦的大平原 只有大平原 才能形成卧夜千里 最终产生密集的人口 形成规模效应 而人们可以相互协作 来修筑水利工程 粮食产量的不断提升 产生分工 最后可以供养官僚 技术人员 手工艺者 艺术家 这是产生文明的条件 在全球地形图 上一眼看过去 即使没有国境线 中国的轮廓也清晰可见 我们几乎可以根据 山川河流 画出中国的地图 而在整个地图中 最引人注目 马上映入眼帘的 中北部就是一大片 平坦的平原 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基础 华北平原 华北平原地势平坦 河湖众多 交通便利 千里沃野 是中原文明的腹地 我们说了 平原是文明的基础 那么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 光有平原 是不是就够了 平原形成农业文明 但平原也会带来灾难 非常容易成为四战之地 敌人可以一马平川地 从四面八方进行进攻 波兰为什么历史上三次灭国 不是被东边捶 就是被西边捶 希特勒对欧洲打闪电战 为什么西边可以一路平推 苏德战争爆发 德国两个星期就向东边推进了450公里 五个月就打到了斯大林格勒 而日本发动清华战争 却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要知道 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几乎弱到没有 因为德国往东全是大平原 整个就是一望无银的波德平原和东欧平原 希特勒的坦克部队可以长驱直入 苏联必须死守斯大林格勒 否则还要再退几百公里 到乌拉尔山脉才勉强有屏障 那都已经到西伯利亚了 波兰更惨 全是平原 北边是瑞典 别看不起瑞典 古代也是妥妥的强国 东边是德国 西边是沙俄 整个南边才有一些山 四面八方 都有人可以过来捶它 在全球历史上 纯粹平原地带建立的国家 几乎没有讨到好的 同样的 为什么美国能在伊拉克一路平推 却在阿富汗没有办法 对伊朗更是不敢动手 伊拉克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 几乎没有起伏 所有的地方美军部队都能轻松到达 而阿富汗高原和山地占据了五分之四 伊朗更是高原国家 海拔一般在900至1500米之间 山多道数不清楚 美国去打吧 累死都打不过来 近现代有坦克机械化部队 在古代 平原地带的农耕文明 最怕的就是游牧民族 或称为蛮族 因为游牧民族永远都不会消失 剿灭一个还有一个 藏出不穷 除非农耕文明 拓展到全球每个角落 但问题是 400毫米降雨量以为 古代技术无法进行有效农耕 必然产生游牧民族 一旦天灾 游牧民族必然南下截掠 游牧民族的马队步兵等同于坦克部队 马对于游牧民族来说 是常见的生产工具 而对于农耕文明来说 不打仗 用处就不大 有了马 游牧民族的机动性获得了极大的加强 马的速度每小时65公里 人的速度呢 即使是世界冠军博尔特 白米赛跑的速度是9秒58 即使是博尔特保持这个速度跑一小时 也就是46公里 而平原农耕文明 最惧怕的就是 蛮族随时过来抢劫 农耕文明需要大平原 但大平原上的步兵 面对游牧民族的骑兵将是灾难 因为广袤的平原 游牧民族可以一马平川 任意抢劫 觉得印度平原好 历史上征服印度的民族数都数不过来 雅利安人 古波斯人 大跃之人 突厥人 其他的古代文明也是一样 如埃及 尼罗河三角洲无闲可守 北边的敌人 可以从地中海不断地渡海过来 永远面对蛮族的威胁 成为四战之地 两河流域也一样 敌人四面八方地进攻 然后敌人拿到这片土地 也被其他人进攻 首先是苏美尔 接着是阿卡德人 接着是埃及人和阿摩利人 赫提人 亚述人 迦勒底人 谁都未能长久地建立稳定 持续的语言 制度和文化 第三部分 古代农耕文明的最大痛苦 就是必须起源于河流附近的大庭圆 而河流附近的大庭圆 就意味着无闲可守 那如美国那样 孤立于世界岛好不好呢 我们今天看美国好 是因为美国的国力已经形成 且这块地方是安格鲁萨克勋人抢过来的 使殖民文化 美洲 非洲 澳洲这些地方 都孕育不了优秀的文明 具体的原因 我们在非洲篇说过 但最根本的 是因为这些地方隔绝于世界岛欧亚非 这三块孤立的大陆 无法与世界岛进行交流 导致科技术完全被点歪了 最根本的就是 畜牧业没有马 科技没有野铁 运输没有轮子 这三大缺陷要了老命 结果总是几百欧洲人 干掉几万土著人 所以 这就是古代文明 为什么都延续不下去 或者我们可以 叫这个为土豆悖论 一 平原才可以孕育文明 但平原无闲可守 容易形成九战之地 二 文明的交融才可以促进发展 但也容易被四面围攻 要知道 没有一个民族永远不犯错误 文明有强盛的时候 但必然也有衰落的时候 强大的文明一旦衰落 就非常容易消亡 反而能守住的文明才能持久 因为时间永远在它这边 它可以不间断地永远发展 中国再强大 也只是90%的时间领先世界 而不是100% 如果守不住 那就可能中断三 孤立的文明更加安全 但孤立的文明无法进步 看到了这个 你就知道 为什么全球几千个文明 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了5000年 这是多么伟大的奇迹 中华文明的特殊点在哪里 华北平原 华北平原 是孕育中华文明的中心 这里同样是开阔的大平原 且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冲击平原 土地肥沃 可以利用地势建立各种水坝与工程 一个能够防御外地的文明 才能长治久安 而中华文明刚开始 已经有了两个优势 东边为开阔的太平洋 唯一的敌人只有倭寇 而倭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只是跳梁小丑 南边多丘陵 山地 而且湖北等地区 在古代文明中长期还是泽国 更远一点的东南亚 被横断山脉 喜马拉雅山和茂密的森林所阻断 也不可能形成威胁 能够威胁中华文明的 只有两个方向 一是北面的草原文明 二是西面的异国文明 如马其顿 罗马等 我们先谈北边 古代中华文明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层栏叠杖的山脉 将华北平原和游牧民族隔开了 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办法 骑马翻山过来 这两座山脉 叫燕山和太行山脉 而从雄才伟劣的秦始皇开始 将长城连为整体 加强了这一保障 成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天前 这两座山脉所在的地区 古代有个专门的称谓 为幽云十六周 只需要拿下幽云十六周 中原王朝就可数百年长治久安 游牧民族只能妄强心探 人过得来 马也过不来 没有马 游牧民族就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散兵游泳 这里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因为长城之北的地区 因为气候问题 无法拓展农耕文明 而游牧民族是不可能追缴干净的 只要气候恶劣 游牧民族必然南下抢劫 匈奴 东虎 突厥 回虎 芒谷 启丹 女真 达达 鲜卑 枪 党相 乌苏 柔然 层出不穷 而万里长城才是真正的千年大计 而在全球人类历史上 只有中华民族从最远古时期就开始做百年大计 修水库 建堤坝 而宋朝只所以弱就是没有幽云十六周 导致百里平川无险磕首 新人可以骑着马直接跑到开封 所以 阉山和太行山是中华文明基础持续发展的保障 但是仅仅了解了华北平原还不够 华北平原 关中平原 汉中平原三块地方 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盘 从秦始皇开始 一统河山成为中华女永恒之梦 那为什么能统一的一定事情 我们再延伸来问 为什么刘邦一定打败了项羽 我们还需要了解中原王朝的两块核心平原 关中平原与汉中平原 在战国七雄中 六国几乎都处于华北平原 都可以快速地攻打其他国家 而自己同样也无闲可守 敌人可以从四面八方攻打自己 只有秦始例外 因为秦帝处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是绝对的宝地 经卫河 京河 洛河 冲击城平原 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 气候温暖 灌溉农业自古著名 号称八百里秦川 而最重要的是 北面是黄土高原 背靠六盘山 南面是秦岭 东面还有中条山 六国要攻打秦国 只有一条路 就是后面在汉代建立的铜关 拿不下铜关 就没办法进入关中平原 而其他的国家如魏国就惨了 地处大平原 敌人可以从四面八方进攻 除此之外 秦国称为诸侯 最早是为周王养马的封地在龙溪地区 龙溪盛产两马 而龙溪在王北 就是中原文明的核心马场 核桃地区 此地到汉代时 也是汉武帝发展畜牧业的最重要地区 所以 关中平原 不仅物产丰富 而且一手南宫 同时盛产两马 这就是大秦崛起的基础 了解了关中平原 我们还需要了解汉中平原 刘邦选择汉中 进而徐图天下 汉中 北面可通过陈仓宝基 进入关中平原 南面可通过剑门 进入四川盆地 是连接陕西和四川的枢纽 所以 诸葛亮北伐 必须要以汉中平原为跳板 进攻关中平原 而汉中北一秦岭南考巴山 是防守的最佳战略要地 刘邦顶多汉中 而没有选择巴蜀 是因为秦代巴蜀才刚刚开发 汉中物产比巴蜀更加丰富 同时 在汉中 尽可攻退可守 凭借丰富的物产修养生息 而随时可以北上夺取关中地区 再从关中地区西出汗谷关 进而逐鹿中原 所以 综合以上 华北平原 关中平原 汉中平原 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版图 也是最有战略价值的三个地区 这三个地方群山环绕 一手南宫 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天然屏障 第四部分 但这些还不够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版图 拿下了河西走廊 设定了五威郡 张叶郡 九泉郡 敦煌郡 河西走廊 是中原王朝通向西方各国的唯一通道 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进行了有效连接 这样就避免了中华文明的孤立 但连接世界的同时 也可能带来敌人 此时的中华文明 在保有幽云十六周三大平原的基础上 唯一有可能的敌人就是来源于西面 而西面的文明要进入中国 唯一能走的路就是瓦罕走廊 就是今天阿富汗地区到中国的狭长通道 北边是天上山脉 南边是昆仑山脉 这是唯一的路 而通过瓦罕走廊之后 就是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马干沙漠 经历千难万组 才可以进入河西走廊 而狭长的河西走廊一手南攻 被汉武帝连续设置五威 张叶 九泉 敦煌 金城武郡 前后相互呼应 可以随时增援 除非西部的敌人可以连拔武郡 才可以有机会进入关中平原 进而威胁中原文明 可以说从汉武帝时代开始 中华文明的版图 就已经具备了极高的安全性 从汉武帝开始 中华文明成为了一个世界性帝国 沿着河西走廊 打通到中华文明到世界岛的通道 中华文明不会孤立 从此 欧亚非文明成为了一个整体 而河西武郡的设立 让中华文明获得了安全性保障 我们可以与世界交流 但其他文明要对我们形成威胁 几乎没有机会 不仅仅如此 汉武帝击败凶奴 拿下核桃地区 这里是中华文明最好的一块地方 可以放牧羊马 可以农耕 在这里就可以让农耕文明 获得了极强的机动性 汉武帝还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新疆从此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住 上途中的河西走廊 河套地区 幽云十六州 从汉武帝开始 三块地方拿到 才能建立有效防御 才能成为中原王朝的政策 可惜宋代一个都没拿到 这几项功勋 汉武帝无论怎样被褒奖都不为过 说他是中华民族的盖世英雄 名副其实 而有了秦始皇 汉武帝的基础 中华文明的版图开始确定 公元640年 李世民进一步巩固了西北 击败随突厥反唐的高昌驱使王朝 在高昌设置西州 又与可汉服 突成设亭州 同年在高昌设安息都护府 随后 雄心万丈的大唐将将域直接推进至B级阿姆河 完全稳定了整个西北 新疆成为了中华文明通向中亚和西方的枢纽 也将在以后的未来成为亚洲的中心 公元1369年 朱元璋到朱蒂时代 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乌斯藏都斯 朵干都斯等军政机构 西藏地区正是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朱元璋的这一成就意味着什么 西藏是整个亚洲的水塔 亚洲的七大主要河流 恒河 湄公河 印度河 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全部来自青藏高原 这点有多么重要 如果敌对势力拿下这里 相当于掐住了长江黄河 西藏是世界最高点 对于信息收集和太空发展具有极高价值 在这里可以俯视整个亚洲 对南亚具有亚岛优势 为什么印度一直对此念念不忘 因为我们如果要收拾它 直接对山下冲锋 它需要翻过喜马拉雅山中 印边境线到新德里 只有四百公里 可是到北京需要四千公里 以上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的原因 一 汉武帝时代奠定的丝绸之路 让中华文明不会孤立于世界之外 同时我们还拥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宋代时就拥有了国际性港口 到现在全球十大吞吐量港口 我们独占七家 俄罗斯看到这里气不成声 重山峻岭构建的天然关爱 加上秦始皇时期修建的万里长城 有效地阻割了北面的敌人 保护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盘 可以顺利地发展科技 文明 艺术三 秦皇汉武到盛世大唐 到洪武大地的开拓进去 不断提升中华版图的安全性 从河西走廊到乌斯藏都斯 让西面的敌人要进入中华文明的腹底 几乎成为不可能 第五部分 那到了近现代 中国地理的优势是什么呢 先谈防守 因为任何一个文明 不可能永远昌盛 任何一个民族 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 而中华文明的地理优势 是在于永远能保障中华民族的安全底线 即使在低点也可以触底反弹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二战时期 斯大林如果丢失斯大林格勒 后果是灾难性的 除非退到西伯利亚 因为整个乌拉尔山脉以西 无险可守 而中国是可以打持九战的 让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因为中国有的是崇山峻岭 高原湖泊 让日寇的机动性部队根本发挥不出优势 最终将日本的经济破到崩溃 同样的 以色列为什么惧怕伊朗 因为如果伊朗的核工业全面发展 伊朗只需要几枚导弹 以色列就完事了 但伊朗具有巨大的战略纵深 不过 伊朗和我们的战略纵深比起来 只是地中地 中国的战略纵深 是所有国家中最深不可测的 中国地形的三阶梯 构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甚至于 可以扛住超级武器的几轮攻击 有着全球最复杂的气候 从北边的寒际 到南边的热带 从西边的荒漠 到东边的疾风 我们拥有全球最为复杂的地形 东部的平原和丘陵 中部的高原和平原 西部是高原山地 及盆地地区 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脉阻隔 西北是广阔的沙漠和戈壁 而从毛主席时代 开始的大三线建设 到今天的西部振兴 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将如此复杂的环境 形成一个有效整体 这样的战略纵深 没有任何一个强敌 真正敢于 与已经工业化的中国开战 接下来我们来看 美国和中国的地缘环境 谁更好 第六部分 我们再谈一下世界岛 全球人口共78亿 亚洲人口46亿 占比58% 非洲人口13亿 占比16.6% 欧洲人口7.8亿 占比10% 世界岛欧亚非人口66.8亿 占比85% 世界岛 全球最多的人口 最大的市场 美国处于孤立的美洲 人口10.8亿 占比13% 现在问题来了 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国家 如果它可以选择自己的地理位置 哪里对它是最好的 在哪里更易于掌控世界岛 一定不是远离世界岛的美洲 它在中国的位置好 还是美国的位置好 如果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换个方法 美国的目标是要掠夺全球 那如果把美国换到俄罗斯的地方来 或者是东南亚的地方去 我们的压力是变大还是变小 或者如果把美国换到德国 或者中东的地方去 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将会加强 还是放松 美国远离世界岛 非常不方便投射自己的军事力量 所以它只能依靠狗腿子 如果在东亚没有日本或韩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在亚洲将失去所有的影响力 美国如果在欧洲没有英国 北约和自己大量的军事基地 美国在欧洲必然争夺不过俄罗斯 美国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的强大 并不是因为它的地缘环境 甚至于我们说 北美洲如果不是被殖民 这块孤立于世界岛的土地 都产生不了优秀的文明 美国在一战二战前 如果作为常规国家 美国有最好的发展机会 南北无强国 战火打不到本土 可以安心发展 休养生息 并观察机会 但是在二战后 作为最强的军事国家 这个地缘环境 并不易于投射自己的影响力 因为距离世界的中心太远了 而一旦衰落 其实我们不需要讨论 美国衰落后能不能扛住 有没有机会触敌反弹 能触敌反弹的 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 因为中国无数次的战争 是为了赶跑殖民者 谋求民族的自强 和国家的独立 这样的战争 美国作为全球精致利益主义者的家园 一次都没打过 独立战争是美国的走私商人 抵制英国 取消北美殖民地的赋税 依靠法国赶跑了英国 南北战争是美国的资产阶级 和奴隶主之间的利益之争 其他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劫掠 包括二战纳粹和日本法西斯 本来就是美国资本扶植起来的 这样的国家 从来没有体验过为国家而战 只有为利益而战 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政体 有钱有利益的时候 搭火过日子 没钱的时候就直接崩了 而作为中国 地处世界岛的东边 优势是什么 虽然我们不会如美国这样争夺霸权 但中国的地理条件 向世界岛投射影响力 是不是比美国强太多 漫长的海岸线 全球最多的深水两港 海洋贸易通向全球 中国西部成为连接亚欧的枢纽 中欧搬离沿途开往全球四十多个国家 而伴随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 新疆将成为整个亚洲 乃至世界岛的中心 很明显 我们不说要称霸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贸易来连接全球 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贸易领域 我们的地理位置更是于向世界岛投射自己的影响力 第七部分 中美两国 谁的地缘环境更好 如果美国不是全球霸主 是普通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地理位置是最好的 东西环海 南北无敌手 但作为霸主型国家 最好的地理位置必然是在世界岛 从简单的整个世界地图来看 中国如果是定位一个弱国 这个地理位置显然不如美国好 邻国太多 强敌太多 但是我们讲过了 即使是在古代和近代积贫积弱之时 基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战略纵深 也没有那个列强 敢有吞并中国的想法 唯一狗胆包天的是日本 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即使作为弱国 我们的地缘环境能保底 但一旦中国定位为全球最强国家 我们拥有最好的地理位置 对世界岛的影响持续而漫长 优势上远远胜于美国 那中国能否称为全球最强国家 这个答案还不清楚吗 在过去的近50个世纪 因为有着最好的地理环境 和不断涌现的盖世英雄 中国有48个世纪 都是全球最强国家 现在我们正在加速回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的主要是最强国家